湾区中半島十日秋元參議會議4比1票數通過 購買Milbrace的La Guinda Inn旅館 並且將它改建成為無家可歸者的永久房屋 有大批市民今天到會議上抗議 有元參治表示 那處的永久房屋住客將會是無家可歸的長者和家庭 而不是經由湾区接運流離到Milbrace的露宿者 武浩然報導 反對這個議案的元參使David Kanepa 在今早開會前已經發出聲明 表示自己支持打擊無家可歸問題 但就指怨婦從來沒有告訴他 會如何處置旅館的35個員工 Kanepa說他們作為怨婦 並不能單方面以為正改善露宿問題 但另一方面就製造出更多露宿者 認為這些員工同樣值得受到尊重 在會議上 一批反對的市民表示 不滿懸賦在決策上缺乏透明度 有人表示旅館一個街口外面就有一間學校 有市民就批評原行政官Mike Kellecky的這項計劃 會使得Milbrace部想商家撤走三藩市的後塵 有支持露宿者權益的市民說 對今天所聽到針對露宿者的一些言論感到惡然 院參事Noelia Corso說樓價高期 慶幸某些市民在幾十年前可以置業 但指出下一代可能就不會再買到樓 希望市民可以歡迎入住永久房屋的家庭和長者 原參議會最終以4比1票通過 號資3300萬購買La Quintain 還會用4至5個月接手旅館 投犯對票的Kenapa批評原府缺乏一個明確的計劃 形容贊成這個趕走35個員工的議案是埋沒良心 26台記者莫浩然報導